這次介紹的是Leica R21mm 4光圈鏡頭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這次介紹的是這支R21mm 4光圈鏡頭 這支鏡頭基本上所有機器都用得到 Range Finder 或其他沒有連動對焦的機器 都可以用到這個效果 很簡單 無法機器 無論是E-mount系列 或是C 機 或 N 機 它都有一些模反的 那些就不用說一定能用到 就是見什麼拍什麼 另外就是單反這支鏡頭 因為本身是一個單反鏡頭 所以單反機器都可以用到 例如有些是轉折環 有些是會把原本的孔拆下來 換回一個適合的孔拆下去 至於M機器等等 其實是可以的 只不過是用一些技巧 當然要加上一個轉折環 一個R-M轉折環 再把一支鏡頭放進去就可以了 至於其實沒有連動 如何處理 其實都很簡單 我們多數一般的情況 是用最漂亮的成像的光圈 是F8 在8光圈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這支鏡頭 你可以看到 看看景深尺 譬如說去到F8 在這裏 去到這裏 就是由無限遠 去到大約一米前一點 都是可接受範圍 基本上這支鏡頭 就變成一支 比自動鏡頭更快的鏡頭 基本上見什麼拍什麼 只要你遇到一個範圍就可以了 21mm 大家也都 看回我之前的那些 視頻 都知道其實21mm 是說90度的 90度的一個概念就是 一個直覺 大家很容易去明白 這個鏡頭到底是怎樣拍法 即是說我現在 譬如說我這樣拍過去的話 大約是90度 那你用 即是開頭 可能你用一隻手 去感受一下 藥膜是包括了什麼範圍的 基本上呢 拍一些大景 是很容易發揮的 另外至於這支鏡頭 其實它是最近對焦 去到0.2米 有什麼好處呢 是很多時候 除了拍大景之外 這支鏡頭可以通殺 就是什麼情況呢 因為這支鏡頭可以最近對焦 0.2米 是什麼概念呢 譬如說我這裡有個物件要拍 大約是我的Hoop和物件之間 最近對焦 大約是一個拳頭 就是這麼近 相對來說 真的很近 因為其實它最近對焦的距離 是由那個Sensor 去到物件去計算的 變成了 計算回頭 是很近 幾乎是撞到一件東西 那麼近 這些情況之下 通常我們會用來拍什麼呢 譬如說 出去旅遊 很多時候先來不開相機吃 可以拍一些食物 甜品 飲品 是一個不錯的配搭 還有就是戶外 可以拍一些花花草草 可以拍一些小品 所以這個0.2米 對於我們平時用 是非常有用的 是一樣東西是要注意的 如果是要這樣拍的話 唯有就一定是要有Live View才行 如果不是 就很難去對準那個焦距 所以這裡大家要留意 再講一講 這支鏡頭的影像質素 幾乎是零變形的 線位也是很直 立體感強烈的 色彩層次是豐富的 就算對著液光的環境 它的表現都非常出色 至於這支鏡頭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我和大家一起去欣賞一下 的 如果您可以試吃 喔 一 大家看過照片的效果是不錯的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這支鏡頭的效果 或者是體驗一下 歡迎你來到我們尖沙咀 或者是王國的門市 我或者我的同事可以親自講解一下給你聽 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 希望你給我讚好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